以照顾自闭症心智障碍者的肯纳自闭症社会福利基金会 受到疫情不景气冲击 资金缺口仍有300万 彰化了一件MIT制袜业者化身为耶旦老公公 在送出60双暖袜的同时 也启动了1000双爱心袜来做公益募款 希望能够在社会大众的爱心资助下 一起募集这一份耶旦暖爱 成为守护自闭症心智障碍者的力量 送上自制的MIT袜子给台中肯纳社福基金会董事长 这是一份早到的鸡蛋礼物 不只要温暖自闭症心智障碍者的双脚 也是要给予他们的碎莫祝福 我们就是棉纸的 然后脚底是有气垫袜的 能够让他们穿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那我们对于就是选材质 然后还有包括说做工 做工的话就是弹性纱就是用的比较好 它呢就是能够服贴 然后大脚也能够穿这样子 就是整个服贴在你的脚上 就穿起来会非常非常舒适 不只送上暖袜 业者跟加码捐赠了一张大支票 上证要启动1000双爱心袜来做公益募款 了解到肯纳有近300万的资金缺口 说要能够在社会大众的爱心资助下 每卖一双捐10% 要一起的募集这份耶诞暖爱 也让MIT的驱挖业者能被更多人看见 有些人喜欢穿薄袜 有些人喜欢穿后袜 然后或者是说运动者 他脚底需要稳定度 这样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袜子 那包括圣诞节 我们也都会有出圣诞袜 可以就是提供给大家交换礼物啊 那我们就是等于说 用这个来当伴手礼 就是取代大家送吃的 吃的还会胖啊 我们财乐的袜子就是穿了 能够让你就是舒适 然后帮助每一个人的脚 能够更健康 一些团康活动 比如说画图 比如说太古 还有一些我们心理智商的课 那这些课都是要钱的 那我们还有当然是 我们有一些行政会用 我们也笨诊都要缩衣结识 就是会减少员工的福利 当然也减少学员的福利 疫情冲击 景气还没回婚 但照顾自闭症心智障碍者的路不能断 就把业者带头做工艺 要为他们找回社会暖流 一起来守护自闭症心智障碍者 这铃家话台中采访不到